一般而言,我們會在公眾碼頭安裝護岩 以援衝船隻拍案時撞擊 土木工程拓展處海港工程部正施行監察傳感系統 以監察碼頭整體結構的健康 監察傳感系統透過多重傳感器的技術 監察碼頭承受的衝擊力和震動 系統一共有三種不同的傳感器 1. 超聲波傳感器用作偵測船隻拍案 2. 鋁射傳感器用作測量船隻拍案時的衝擊力 3. 震動傳感器即用作測量碼頭承受衝擊時的震動 當船隻拍案時,安裝在護岩上的傳感器 會測量碼頭所承受的衝擊力和震動 系統會將收集到的數據上傳到中央管理系統 並實時分析數據顯示在雲端基廠網站內供維修團隊檢閱 直到2022年底,我們已在超過20項碼頭安裝監察系統 維修團隊可以在雲端基廠網站查看各個碼頭的實時狀況 亦能夠透過分析兩項數據的關係 以評估碼頭結構的健康狀況 當收集到異常數據時,系統將會發出信息 通知維修團隊作出跟進 透過北斗全球定位技術,監察傳感系統 能夠實時收集因為海浪和風暴潮 引致海防波堤和海堤移動的數據 該系統現時安裝在喜寧洲避風塘防波堤上面 裝置以太陽能供電並收集全球定位衛星數據 能夠在不受天氣影響之下,全天候24小時自動操作 系統收集到的數據會自動上傳到中央管理系統 供維修團隊檢閱 海港工程部亦正試行另一套監察傳感系統 以監察海堤和石灰移動的狀況 該系統能夠實時收集 因海浪和風暴潮引致海堤湖面石灰移動的數據 傳感系統透過全球定位技術 以及光學雷達素描等感測器 監察系統收集數據 並上傳到中央管理系統供維修團隊檢閱 光學雷達能夠定時自動記錄數據 建構出點雲模型監察海堤表面的移動 每個點雲模型分設有300萬點數據 能夠準確記錄海堤表面的狀況 該系統已經安裝在香港連接路的防波堤上面 維修團隊能夠在雲端基礎網站查看實際狀況 同時系統會透過比較點雲數據分析海堤有沒有明顯的移動 維修團隊能夠在雲端基礎網站檢閱點雲模型的變化 維修團隊帶著嘻り 維修團隊